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剑配饰系列 葡萄分性子胸针的勾变教程 分别采用两种不同型号的雷丝线 制作出纯色和渐变色两种效果 低饱和度的配色搭配同色系丝带 营造出清新而不是高雅的风格 成品可作为胸针、法式或者围巾包包的专事物使用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赏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 花朵部分采用环形起针法 逆时针缓转向外编织 使用到的针法有引拔针、锁针和变形的爆米花针 接下来我们使用混染色系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针针 针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接着再次绕线 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 勾针绕线 拉出 这是一个锁针 再勾两个锁针 这三个锁针算作第一圈的起力针 我们在第三个锁针的一根垫纸上 使用一根铜丝 来做标记 接着我们要在起力针的第一个锁针上 勾中长针 勾针 绕线 调起第一个锁针的两根辫子 可以调任意的两根辫子 接着绕线 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继续在同一个路针位置 也就是第一个锁针 调两根辫子 再勾三个中长针 完成了第二个中长针 注意四个中长针 的路针位置都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中长针 完成之后 先将勾针上的线圈 先拉松一些放开勾针 接着勾针挑起 一开始我们标记的那一根辫子 再固定好线圈 将这个线圈从记号的位置挑出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变形的爆米花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作为间隔 接下来勾第二个爆米花针 勾针绕线 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先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勾针上还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是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勾四个中长针 路针位置在长针下方的两根辫子 跟第一个爆米花针是一样的 调两根辫子 作为中长针的路针位置 在同一个位置勾四个中长针 同样最后一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将线圈拉松放开勾针 这里一共有五个针目 第一个针目是一开始的长针的针目 勾针穿过这个长针的针目 注意是同时穿过两根辫子 将线圈从这个针目挑出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个爆米花针 每一圈除了第一个爆米花针 是以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其他的爆米花针全部都是以长针开始 接着同样间隔两个锁针 在起针的线圈上 往下再完成两个同样的爆米花针 每个爆米花针之间都间隔两个锁针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这两个爆米花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四个 也就是第一圈最后一针爆米花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先放开勾针 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尽量拉紧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找到第一个爆米花针 被同时标记的位置 勾针穿过这个记号的位置 绕线 直接从勾针上所有线圈拉出 拉紧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里可以先取下记号 接着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爆米花针之间的两锁针 形成的空间路针 再勾一个引拔针 将线转移到两锁针空间上 接着勾三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同样记得在第三个锁针的辫子上 放同时来标记 接着同样的方法 挑第一个锁针的两根辫子 勾四个中长针 完成之后 放开勾针 再起立针 也就是第三个锁针的位置 挑一个辫子 将线圈拉出 这是第二圈的第一个爆米花针 接着勾两个锁针 作为间隔 从第二圈到第五圈 每一圈都有一个加针 第二圈的加针 在第一个爆米花针之后 在同一个两锁针空间 再勾一个爆米花针 再勾一个爆米花针 之后每一圈 有遇到需要加针的位置 就在同一个两锁针空间中 勾两个爆米花针 爆米花针与爆米花针之间 同样间隔两个锁针 其余的两锁针空间 都是只勾一个爆米花针 完成加针之后 同样间隔两个锁针 到下一个爆米花针之间的两锁针空间 以长针开始勾一个爆米花针 之后在每一个两锁针空间 都勾一个爆米花针 第二圈完成之后 一共会是五个爆米花针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完成第二圈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二圈 最后一个爆米花针 一共是五针 接着勾完两锁针之后 在第一针的 起立针的第三个锁针的位置 勾引拔针 结束第二圈 引拔针稍微拉紧 接着同样 在开始第三圈之前 将线引拔到第一个两锁针空间 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 开始第三圈 之后的几圈 大家可以按照图界的规律 自行完成 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五圈 也就是花朵主体部分都完成了 勾一个锁针固定 留一部分线头 断线 将线头穿上针 将线头在花朵的内部 穿几针 最后沿着花朵的内侧 可以将线头穿到花朵的顶端 再从顶端穿回 侧面的任意位置 多余的线头剪断 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进行枝干部分的制作 先将线在左手上挂好 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是锁针其针法 这一针补计算帧数 接着我们勾锁针 一共勾35个锁针 如果想要 枝干稍微长一些 可以勾35到40左右 这里已经完成了35个锁针 接着我们先取出 一根40公分左右的铜丝 将铜丝对折 再对折一次 将没有头的这一边 与枝干的第一含部分一起勾织 将铜丝和织片捏在一起 接着勾针挑起 倒数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同时穿过铜丝对折的中心部分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拉出 这是一个短针 注意完成之后 这个短针是可以来回滑动 接着我们将钩针 挑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同时钩针从铜丝的下方穿过 绕线拉出 勾短针 这样就将铜丝和织片固定在一起 同时不会滑脱 接下来都是挑起 每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接着围绕同时 完成短针 完成几针之后 可以将纸片拉到同时的尾端 由于我们第一针是在同时的中间勾的 所以织片不会滑脱 这样便于最后我们隐藏同时的边角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再继续往下勾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二行 所有的短针 勾的同时 同时会有一些弯折 可以先不用调整它 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行 先勾一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接着将纸片 这样翻转过来 最后一行全部都是引拔针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行短针的针目 都是这样左右 形成的V字形的辫子 最后一行的引拔针 路针的位置是短针左侧的一根辫子 和起针时的锁针的一根辫子 我们来往下勾 可以将织片捏一捏 便于勾之 先挑起最后一个短针 左侧的一根辫子 再挑第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过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完成引拔针 接着挑相邻的 也就是下一个短针 以及下一个锁针 的各一根辫子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针接一针 引拔到最后的位置 这里已经完成了 全部的引拔针 最后勾一个锁针 预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 枝干的形状 尽量先让底端的对折部分 折的位置不要露出来 接着将线头穿上针 我们来收一下线头 将线头在 直干的底部 先穿一针 这里会有一部分的铜丝 露在外面 可以先 用这个线头 在这个铜丝上 粉几针 也就是围绕几针 将它遮盖住 之后将线头 用针 在植物内部 穿出一段的距离 将多余的线剪掉 就可以了 调整好直干的形状 将起针的多余的线头 剪掉 以及铜丝 也剪掉留一公分左右 这里的铜丝 往下弯折 接下来我们进行 花朵和枝干的组合 将胶水涂在 有铜丝的这一头 直接穿入花朵的中心 稍微调整一下形状 就可以了 一共是两个花朵 我们将 视线已经完成了 另一朵 拿来放在一起 枝干的部分 相互交叉 接着取出一根 跟枝干部分 同样颜色的线 取出别针 如果需要做成法式 这里固定的应该是 法夹 固定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捏在一起之后 缠绕 缠绕一段的距离之后 将手换一个位置 在剩余的 别针的部分 涂上一些胶水 继续缠绕 可以根据 写号调整 别针固定的位置 这样子 将别针覆盖住之后 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线圈 可以打一个结 不打结也没有关系 胶水会将线头固定住 将多余的线头剪断 接下来 装饰丝带 材料包配有两种 不同颜色的丝带 可以使用 纯色 这一个是使用 单色的 这一款我们使用 两种颜色 分别固定 先取一段 丝带 打一个结 稍微拉紧 接着取另一段 丝带 这一段 这一段丝带 散绕的位置 注意要分别包住 上一根丝带的 上下两端 而且打结的方向 要跟第一段 是相反的 调整好丝带的位置 接着将丝带修剪到合适的长度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葡萄分性子的制作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 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就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我们吧 修去 散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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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